9月5号 校园励志庆祝偶像剧 我们的少年时代 在长沙举行了隆重的开机仪式 导演程志超 写手主演TFBOYS 薛之谦 李小洛 李飞尔 程燕秋 李士鹏 以及丁程鑫 帅气亮相 因为此次三只将化身 棒球场上并肩作战的好兄弟 所以不知道宝宝们对于这次全新的人设 有什么想法呢 我在剧场上的角色叫乌城 这个角色是一个比较高的 有一种小看力有一种小的角色 希望能够把这个角色 谢谢大家 适当是演唱歌 这角色是一个很乐趣的下年 很快要放球 希望演唱歌的角色 跟大家很开心 我现在剧里面是演唱歌 然后演唱歌是一个很绅士 那个小孩 最后三个宝宝 还给现场的阿姨们 展示了多个干净利死的棒球动作 这满满的福利 小朋友快拿麻袋接住了 开始定格 来定格 来定格 三 二 一 好定格三秒 来 一 二 三 好定格 三 二 一 而此次在剧中 担任天赋宝老师的薛之谦 提起与三个宝宝的各种纠葛 也是有很多话说呢 曾经在剧中歌手的时候 最怕遇到的是什么 就是天赋宝 因为一旦有他们打歌的时候 我的歌永远打不到他们 然后后来我就出来演戏了 可是在演戏就算 因为我又遇到他们了 我想用才好 因为是别为必输他们了 见鬼在前两天在画中就听到说 见鬼了 三个都长那么高 三个都发育了 我的天 然后有发现我根本没那么高 所以今天我又变得很高 就这么高鞋变过来 此外 一直以甜蜜行像诗人的小鹿女神 这次将挑战女魔头的角色 最后在薛老师的帅气开球中 初院们一起正式启动了开机仪式 不过不知道 自家已经练习了棒球的三只 目前的水平又是怎样的呢 这是一个可以拍的一个水平 但是就是只能拍 对对对对 不能再人家面前展示 就是摆拍一下 因为接触棒球也很少嘛 对 在北京第一次接触 感觉还挺难的 对 这个我就觉得我最疼了 这个好有意见 还蛮心努力的 都差不多吧 都入门级的 而因为之前在超少年中 网文文的表现就很舒宅了 所以不知道这次 会不会有新的小突破 这个角色会有一些挑战 就是他会有一点不正常 我觉得对我来说 就是他心里内心跟外表 是一个反差极大的一个人 所以还是有点挑战 其实这是我们三个人 第一次就是挑战两眼 没电视剧 所以我觉得压力还是挺大的 所以还是得好好努力 好好努力 其实超少年密码 就是我们三个先试下手 然后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小网剧嘛 然后主要还是为这部剧 打一个基础 然后这部剧就希望我们 能好好表现了 因为马上就是我们小队长 17岁的生日了 不知道两个弟弟 会给大哥准备 什么样的小惊喜啊 没有 反正他喜欢看一些动漫 然后就是很重要的东西 三个宝宝 三个宝宝 哈哈哈哈 什么可能 梦果导新闻 梦想全力达 青春正当时 勇敢帅气的三个宝宝 快去创造属于你们的奇迹吧 报道 вор订队 点底下 赞 画面 视频 特vordan